中超第十二轮武汉三镇主场与山东泰山一比一占平 场上球员打得胶着 场下球迷也打得火热 比赛结束后有网友发出视频 山东泰山球迷乘坐的大巴车离开球场时 被武汉三镇球迷围堵并大声高喊道歉 甚至车窗都被砸破 我连过了 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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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即 fik 泥 暴天暴天 也有网友表示 事件起因是有泰山的球迷 挑衅三阵球迷 并做出不友好手势 激怒了三阵的球迷 激怒了三阵球迷